阿呦今天可能想知道又来说电影了 今天要说的是蓝天工作室的最新作品 猛牛费迪南 故事围绕着爱好冒险与和平的费迪南 他是一头被好心农夫及女儿妮娜收养的公牛 然而他平静的生活被误认为是猛兽之后发生巨变 并且被带到他最不想去的地方 公牛训练营 费迪南决心要重返家园 这头心地善良的公牛一路上认识了许多朋友 也改变了这些朋友的命运 但他仍然有一个相当大的障碍必须跨过 他必须在满座的竞技场中与斗牛士普米罗对决 勇敢的他即便是在周围的环境补照下 依然不为所动 维持着善良和平的本性 也对身边所有的人带来启发 故事的发展会是如何呢 等等 为什么说完剧情大纲感觉很像把整个剧情说完了 那么今天的电影心得就到这边 没有啦开玩笑的 直接进入频道推荐分数 本频道推荐分数为6.9 萌牛肺迪南这部片没什么好不适合看的 唯一能想到的就是不爱看动画片的 这句话你是不是觉得很熟悉 此部肺迪南的剧情跟音乐都在水准 小孩看了会很开心 心得点评有雷 请斟酌观赏 故事的开始是肺迪南还是小时候 瘦瘦小小常常被欺负看不起 但是他不喜欢与人争斗 某次他老爸被斗牛式选走进行决斗 但回来的是一对牛角 肺迪南非常难过地逃离公牛训练所 逃着逃着摔倒昏迷 醒来发现自己在一座农舍当中 看到一位小女孩 妮娜 肺迪南受到这对妇女的细心照顾 感觉就像一家人 好不快乐 时光匆匆 肺迪南长大了 而且撞得跟一头牛一样 哦不 他本来就是一头牛 在一次的花卉节当中 肺迪南无法跟妮娜一起去 但是肺迪南真的非常非常超级想去 最后就自己偷跑去 好死不死长得太大了 走到哪里都是引人注目 果不起所然引起了大骚动 肺迪南差点把整个村子拆掉了 肺迪南因为闯祸被抓走要送走 妮娜难过的道别说着 他很乖不会乱伤害别人 不要抓走他 肺迪南终究还是被抓走了 送回到了公牛训练营 一回来看到儿时的蛮牛 跟蛮力蹄鼓鼓 原本瘦小的肺迪南 现在变成最壮最大的公牛 但是肺迪南的个性还是一样 不喜欢与别人冲突 对当斗牛也是心知缺缺 一心只想赶快回去妮娜的怀抱中 途中认识到了三只吃味跟羊来蜂 而全西班牙最强的普米罗斗牛是要隐退了 所以来挑最强的一头牛 初次试选谁都没有挑 反而蛮牛紧张的关系被认为不适合送往屠宰场 肺迪南拜托他们帮忙逃离公牛训练营 而且说要带他们一起去 在某次的行动中 肺迪南与蛮力蹄亭互撞 蛮力蹄的脚被撞断了 导致被送往屠宰场 之后再一次逃跑行动 肺迪南看到了墙上满坑满谷的牛角 那些被选上的斗牛最后也是死路一条 肺迪南此时决定不能丢下大家 要走一起走 我们可以有自己的生活方式 肺迪南协助了大家淘宝 自己被抓回斗牛场进行与普米罗对决 而在斗牛的过程中 肺迪南也意外的细耍了普罗米 让观众哄堂大笑鼓掌叫好 最终斗牛是将剑指在肺迪南时 肺迪南不逃避而是静静的作者 象征对这种斗牛行为无声的抗议 也贯彻他的理念 而观众纷纷喊着让他活 故事的最后一大群牛加上一只羊 三个吃味跑到了妮娜家的农场 开开心音音的结局 说一下心得 其实这部片是根据童书爱花的牛改编而成 所以定位相当清楚 就是给小朋友看的 当然看的也可以很轻松度过 但是就不会像是可可夜宠会一样 会给你有更多更深的东西 我们可以看到肺迪南的成长 改变以及坚持 他就是不好在 也就是想跟大家好好的 甚至到最后关头都可以牺牲自己 只为了让同伴先走 肺迪南贯彻自己的理念 最终感动了在斗牛场的人 第二点是 我不确定马势利跟曹西平小朋友知不知道 但这个翻译真的是蛮差的 还有英文版的场次也太少了 其实我是想看 哎哟今天的电影点评就到这边 那我们下一次电影系列再见 拜拜啦 发明了 大概 遍了 奇兴 说明了